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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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检测 核酸采样后请居家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接到阴性结果后方可流动 另外天津市全市大中小学从昨天起进入寒假 所有学校一律实行封闭管理 明确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 校内学生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出校 任何人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 检测体温 查验健康码 行程码和接种码 切实做到 未排除感染风险前 校内人员不串门 不扎堆 不聚集 不离校 落实全体师生健康监测 建立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 如有师生出现发热 干咳等疑似症状 及时报告 督促其尽快就医 这次天津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之后 天津市于1月9号 10号 连夜准备搭建气膜实验室和检测方舱 11号上午 在滨海新区正式搭建完成 并投入使用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 1800平方米的网球馆 被临时改造成了气膜检测基地 从1月9日开始 实验室建设团队累计派出 120余人次的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 连夜投身到紧张的气膜实验室搭建组装中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根据不同的岗位穿上隔离衣或者防护服 戴上手套 防护面瓶等开展工作 该实验室主设备包括100多台扩增仪 45台提取仪 24小时最大检测能力达12万管 一次可检测多个样品或对同一样品进行多种检测 此次搭建的气膜实验室将主要用于天津地区 风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的大规模核酸检测 再来看河南方面 1月11号的零时到24时 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18例 其中包括郑州12例 安阳市65例 许昌市41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例 一例本土确诊病例致于出院 昨天河南省开封市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全市高三年级原则上暂停线下教学活动 实行线上教学 因特殊原因 确需组织高三学生继续实行线下教学的学校 在满足做好学生全封闭式管理 认真做好教职工核酸检测 扫码测温 点对点上下班等校园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报经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 并报市教育防控工作专班备案后 方可组织线下教学 河南安阳疫情发生后 安阳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深入防控一线 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从严从快从重 查处疫情防控工作中 屡职尽责不到位 工作作风不扎实等问题 截至2022年1月12号 全市公问责61家单位 相关责任人11人 通报了5起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不利典型问题 多名公职人员被免职处理或通报批评 疫情就是命令 在命令面前执行不利者应当接受处罚 再来看陕西方面 11号零时到24时 陕西省新增8例本土确诊病例 都在西安市 昨天陕西西安市临通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 自昨天中午12时起 有序恢复临通全区生产生活秩序 集中村组社区每户家庭 每两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员 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外出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 非中高风险地区需返回临通的 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健康码 并且提前三天向目的地所在村 社区报备 点对点返回 并按照要求落实分类管控措施 从各地传出的消息来看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已经在国内传播 针对这种新型病毒 省疾控专家提醒 广大市民应该持续加强防范意识 从目前临床数据结果来看 奥密克戎感染的患者 多以年轻人为主 重症率和死亡率较低 大多数患者无需吸氧 并且住院时间也有所缩短 春节临近 人员流动逐渐达到高峰 同时又是北方呼吸道疾病高发期 专家提醒 广大市民应该继续保持常态化防疫措施 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勤洗手少聚集 遵守社交距离一米线 非必要不出事 此外还应该积极接种加强疫苗 为全社会建立免疫屏障 新冠疫苗基础免疫之后呢 它的抗体会在半年之后 逐渐的下降 在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加强免疫以后 我们的抗体就有一个回忆反应 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 本台报道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资讯 银保监会日前表示 截至去年11月末 我国保险业 共有法人机构238家 总资产共计24.6万亿元 提供保险金额10629.9万亿元 市场规模显著扩容 我国已连续四年 保持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地位 公安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 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95亿辆 其中汽车保有量突破3亿辆 全国共有79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 超过百万辆 其中北京 成都 重庆超500万辆 此外截至去年年底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已达784万辆 同比增长59.25% 国家统计局昨天表示 2021年12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 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8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2% 非食品价格上涨2.1% 2021年全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9% 昨天 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 截至2021年底 我国国内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7.5件 较上年提高1.2件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旨在客观评价我国创新发展水平 引导专利向追求质量转变 近日 中国地质大学恐龙足迹研究团队表示 他们在广东省赵庆市淮崎县 发现了7个兽脚类恐龙脚印 包括两个孤立足迹和一道刑迹 这是该地区有关恐龙的首次报道 淮崎足迹点的化石记录 作为该地区的唯一证据 有助于重建月桂乡三地交界地区的白鳄纪中期恐龙群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好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我的腰腿 竖筋剑腰 想去哪儿 挺起腰 等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不怕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陈礼界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健成猪 你新年好 没有猪头 没有腹 抗前 怕这糖多健存 健存 凌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薰勒宝如意 我的腰椎 竖筋剑腰 好 想去哪儿 挺起腰 等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一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来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一月七月表演节目的时候 发现有两位老奶奶经常是相伴来观看 国阿姨进一步了解才知道 两人是婆媳关系 儿媳今年八十一岁 婆婆已经一百零一岁了 儿媳朱奶奶的丈夫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留下了六个儿女 朱奶奶一个人将他们养大 并且培养出了四个大学生 她的婆婆在六十岁时骨折造成了行动不便 朱奶奶就一直照顾她 四十年如一日 如今朱奶奶也到了应该被别人照顾的年纪 却还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婆婆 百善孝为先 朱奶奶您是我们的榜样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过大年半年货 咱们聊是春晚的年货大吉 正在热热闹闹的进行当中 前几天给大家推荐了不少好吃的 今天咱们不推荐美食了 咱们到安山展区去看看 那里摆放着一座价值九十万的玉雕工艺品 我们一起去看看 大家好 我是安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节目主持人一轮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安山的展位 来共同看一下我们安山的特产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安山的秀岩玉 秀岩玉是产自安山秀岩的本地玉 它是中国历史长河当中的四大名玉之一 品质高耐收藏 今天我们也同样请到了高级玉雕技师孙树龙老师 带来了他的作品万里雄风中国梦 这作品是我历尽了七个多月的雕壳事件 创造成 那结合我们秀岩玉的天眼玉纹理的颜色差 以及天眼玉纹理的什么呢 薄厚可这种如石如画的这么一款 水墨丹青的雕壳 把石头天眼纹理剥离开之后了 就是这块玉能做什么 我们就按照这块玉的最佳创业值去设计 咱们安山秀岩的特产 除了咱们的秀玉还有我们的蚕丝 提到蚕丝呢 您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咱们江南的桑蚕丝 在咱们东北呢 沈阳的附近 辽宁安山的秀岩县也有咱们的作蚕丝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中呢就是这个蚕碱 里面呢是一个 咱们经常吃的这个蚕涌 外面的这个蚕碱呢 经过这个抽丝剥茧之后 纺织成了我手中的这个 哎呀这个丝 非常的晶莹剔透 而当我们这个丝进行纺织呢 就纺织到我们的成品啊 我手中的这个 是我们的这个床上的四件套啊 它其实也可以纺织成我们的这个旗袍啊 等等我们这样的一个成衣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 包括它其中包含的氨基酸啊 可食性啊 非常的亲肤 也成为了您在春节啊 走亲访友啊 送礼的非常高端的一件礼品 春节越来越近了 您是忙着半年会儿 还是开始采买年夜饭的食材了呢 总之啊 越到年根底下 咱大伙呢 就越忙碌 这不 沈阳市康平县二牛所口镇 刘家乌补村党支部的第一书记宋楠呢 也没闲着 昨天她带着油村里 12名空巢老人组成的盛京老年团 向沈阳城出发了 逛吃逛吃是所有旅行团不变的主题 一到城里就到了饭点 宋书记安排大伙品尝了老字号的烧卖 大家伙没想到 吃饱喝足的下一项居然是换装 面对着花花绿绿的汉服和化妆品 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除了羞涩 都记不得上次这么打扮是什么时候了 我还是十六七一时候呢 十六七结婚的时候呗 没结婚呀 没结婚呢 那时候都那个地方都演剧嘛 今天出来玩有什么感觉 心情好呗 心情可好了 这么大岁没来过 没来过谁啊 来也一走一过呗 我头二十年前到故宫来过 这二十多年没来 宋书记 把这些老人都领来的 到时候查证过 实际上变化挺大呀 穿汉服灌黄城 美美的照片将美好的回忆 定格在老人们的心里 开心和幸福洋溢在老人们的脸上 城里来的宋书记 为了带他们来城里玩这一趟 可是倾注了不少心血 提前做足了安排 第一次想到要带他们到这来 散散心玩一玩 第二要过年了 也算给他们一个礼物 第三就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 我们在邻里当中抽出了一些优秀的邻居 来保障他们 这样也体现了我们一个两邻的这么一个理念 能够增强邻里这些互助和情感的沟通 第一时间孙诗涵一天报道 祖团逛圣经 看景品味历史 讲究的是个情怀 有的地方这年终奖就有点简单直接了 最近在江西省英潭市 渝江县邓家村的一处空地上 732位村民都纷纷赶来领年终奖 大伙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 什么喜事呢 咱们去看看 熊枣发7902元 金春水9658元 邓小辉7014元 主席邓家村理事长邓岳进 一个个念着名字 大伙依序上前签字摁手印 领上一塌红票子带回家 心里美滋滋的 而这份喜悦 与村口的一栋正在营业的大楼 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家投资建的房 现在已经出租出租出去了 让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分逢 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改造非常好的 据了解 竹西邓家村共有186户 732人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村子被列入城市规划区内 属于典型的城中村 2019年 村里鼓励村民 把空置的老旧房屋等房产退出 全村共无偿退出院套80余宗 钢棚17个 微旧房厨房70余间 拆除面积1.8万平方米 按照一户一宅的政策 村民退出的宅基地全部归集体 那么 怎样壮大村集体经济 村民又怎样增收致富呢 大家商议 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全村176户 732人 每人出资1万到2万元 作为股金 发放股权证 以村民入股的方式 将世纪阳光大道旁 1万平方米的闲置土地建设两幢五层商业楼 用于租赁发展餐饮住宿等产业 租金用于村民分红 2021年 村集体通过土地入市盘活退出的闲置宅基地 供获租金63万元 全体股权持有人 每年可按入股比例享受分红 平均每户分红3300元 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 说了黑龙江的陈大爷用雪 堆出了一辆七米多长的和谐号 这个逼真的造型很快就走红网络了 当时大爷说自己没出过远门 也没租过高铁 希望有机会能乘坐一次真的和谐号 1月9号陈大爷终于圆梦了 他和老伴登上了加姆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 体验了最扛动的高寒高铁 这趟列车的列车长还热情地带着他们进行了参观 大爷大妈说上一次坐火车还是30多年前 记忆当中的火车还是哐当哐当的响 没想到这高铁列车也太稳了 就跟坐在自己家的炕上一样舒服 用陈大爷的话说是嗖的一下就到了哈尔滨 下车之后陈大爷和老伴还去看了哈尔滨雪博会的现场 看到了栩栩如生的雪雕 陈大爷又有了更多的灵感 他准备回家以后再用雪雕刻一个神舟飞船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陈大爷的新作品吧 这说着聊着又说到春运这个话题上了 记者从昨天民航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民航局正在积极地调配运力 全力保障2022年的民航春运 民航局预计 今年春节假期前后和元宵节后 国内航空运输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 特别是节后可能出现学生流物工流叠加 为满足春运期间的热点地区热点行业的客与需求 那么积极引导航空公司将闲置的国际航线的运力 和时刻资源转投国内航线 同时放宽春运期间国内航线的加班考核要求 鼓励航空公司更灵活的调配运力 及时满足广大领客的出行需要 截至1月10号 在已安排国内定期客运航班 计划58.67万班的基础上 民航局及各地区管理局 已批复春运期间国内航班加班20297班 在学生流探亲流物工流相对集中的热点地区热点航线 增加航班班次 其中海口三亚等城市加班较多 针对2022年春运期间旅客集中出行 疫情传播风险提升的情况 民航局特别要求 各航空运输企业要与地方政府加强对接配合 做好旅客顺畅衔接 及时输运旅客 避免旅客聚集 过大年啊 这高速又要小车免费通行了 一到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很多人把在室内开车养成的漏袭 带到了危险的高速场景 很让人头疼 1月9号下午 贵州省前西南州的张师傅 驾车行驶在纳兴高速公路上时 被天空飘落的白色物体砸坏了车辆的引擎盖 可是肇事者却不知踪影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张师傅车辆引擎盖有明显的凹陷 原来事发时张师傅正驾车行驶在快车道上 一辆满载货物的皮卡车超车后变道到快车道 结果皮卡车货箱内飞出三个塑料盖 其中一个正好砸在他的车上 等张师傅缓慢减速将车安全停到应急车道内检查时 皮卡车已经没有踪影 随后民警通过路网监控卡口快速找到嫌疑车辆 并联系到了驾驶员 无独有偶 11号在湖北前江的汉仪高速上 一车主在堵车期间竟把纸撕碎和两袋垃圾抛到车外 你开这么可爱的一个小车车 怎么就这么不符合你的妻子呢 前面出车祸然后就在那堵了一个多个事 前面车下一个就把里面的那个日赤的东西 那个就认出来了 因为我经常跑高速嘛 就这样在这个中间比较危险这样 所以车的高速行事 有时候刮风或者什么 打到那个挡玻璃上面 那是挺危险 有些人在高速上面正常来讲 一般根本很难清晨的 好 今天的新闻上半场就是这些内容了 稍后主播方亮和孙晨天 将会为您带来今天的新闻下半场 别走开 第一时间精彩继续 中老年人专用老花镜一副 以前啊 我这个老花镜看什么都模糊 自从有这个老花镜以后 看电视 看报纸 看说 看什么都清清楚楚 真好 眼干 眼色 眼疲劳 事物模糊 酸胀 多类 有充盈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68元的专用老花镜一副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免费的老花镜就送到我家了 看啥啥清楚 真是太好了 合金镜矿 高档树枝镜片 携带方便不变形 佩戴舒服 不疲劳 太好了 领取的这眼镜啊 不但不花钱 戴着还舒服 很轻便 看啥都清楚 超过46岁以上的朋友们 现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免费领取吧 还有更大的惊喜 等正您不花钱 免费领 46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即可马上面费领取 价值168元的 中老年人专用老花镜一副 以前啊 我这个老花镜 看什么都模糊 自从有这个老花镜以后 看电视 看报纸 看书 看什么都清清楚楚 真好 眼干 眼色 眼疲劳 事物模糊 酸胀 多类 优充影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就可以免费领取 价值168元的 专用老花镜一副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免费的老花镜就送到我家了 看啥啥清楚 真是太好了 合金镜跨 高档树枝镜片 携带方便不变形 佩戴舒服 不疲劳 太好了 领取的这眼镜啊 不但不花钱 戴的还舒服 很轻便 看啥都清楚 超过46岁以上的朋友们 现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免费领取吧 还有更大的惊喜 等着您不花钱 免费领 46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请注意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即可马上面费领取 价值168元的 中老年人专用老花镜一副 以前啊 我这个老花镜 看什么都模糊 自从有这个老花镜以后 看电视 看报纸 看书 看什么都轻轻素素 真好 眼干 眼色 眼疲劳 事物模糊 酸胀 多类 优充影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就可以免费领取 价值168元的 专用老花镜一副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免费的老花镜 就送到我家了 看啥啥清楚 真是太好了 合金镜矿 高档树枝镜片 携带方便不变形 佩戴舒服 不疲劳 太好了 领取的这眼镜啊 不但不花钱 戴着还舒服 很轻便 看啥都清楚 超过46岁以上的朋友们 现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免费领取吧 还有更大的惊喜 等着您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凶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第一时间 引领资讯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下一首赞 都留下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岛山 我歌唱每一条岛山 第一时间 1月11日之后 母亲 即挨工作室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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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区是零下19度到零下15度 今天的最高温度出现在朝阳是零下1度 最低气温在辅顺是零下21度 风力方面各地是北风转南风在4级左右 大连会达到5到6级 寒风刺骨 体感温度偏低 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气象万千 用心进入来看各式气象观察员发来的照片 首先来看安山的滑冰小将 在219公园的滑冰场上 几名五岁左右 全省将会有大幅度的升温 各地的新温会升高5到10度 但短暂的惊喜过后 后天又会恢复到跟今天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温度 好 接下来来看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活感成熟 超高产的红硕5G73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是阳晴 零下6到零下17度 大连晴 零下2到零下7度 安山情 零下5到零下11度 府顺情 零下7到零下21度 本溪情 零下2到零下11度 丹东情 零下5到零下15度 锦州晴零下2到零下12度 淫口晴零下3到零下12度 复心晴零下5到零下17度 辽阳晴零下6到零下15度 铁岭晴零下8到零下16度 朝阳晴零下1到零下15度 盘锦晴零下4到零下12度 葫芦岛晴零下1到零下12度 沈阳晴零下6到零下17度 好 开启我们下半场的新闻之旅 首先还是来说和天气有关的 都说今年的冬天有点给力 不像前几年那么暖和 但海洋可是挺温和的 昨天我国中科院大企所联合全球14家科研单位 共同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 发布了全球首份2021年度海洋变暖报告 报告显示2021年海洋升温持续 成为有现代海洋观测技术以来海洋最暖的一年 同时地中海 北大西洋 南大洋 北太平洋海区的温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海洋在不断的升温 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特别是对咱们人类的生产生活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程李经的分析 因为这档冷缩 所以海洋变暖了之后会导致海洋膨胀 那么它是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过去100年大概海平面上升的幅度 有三分之一是由海洋变暖这个原因控制的 所以海平面上升结合一些风暴潮 一些高潮位等等这些事件叠加起来 就会对低洼的地区 沿海的地区等等 这些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么第二个是会对我们的 这个渔业资源的这个分布产生影响 因为海洋变暖极端事件增多 就会导致海洋的这种鱼类的分布 这个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整个海洋的渔业产量也会下降 这就会对我们的粮食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 那么第三个影响 对我们平常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 比如说台风 暴雨 因为海洋变暖会导致海洋的蒸发加强 蒸发加强的话 大气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汽 我们科学研究表明了 大概地表温度上升一度 我们整个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会上升7% 那么整个平均的降水会大概上升2%到3%的样 那么最后就是海洋热浪 那么随着海洋变暖了 海洋中的这种热浪这种极端暖事件 也会逐渐增加 那么一个例子是2018年 我们在我们国家近海发生了 一个非常严重的海洋热浪 就导致了北方的这个辽宁的海参的养殖业 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这个冲击和打击 这就不免又聊到了全球变暖的这个话题上 海洋变暖的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 是有目共睹的 那通常来说 哪些人类的活动对于海洋变暖会影响最大呢 如果想要缓解海洋变暖的情况 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我们说的人类活动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呢 是造成海洋变暖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人类的工业活动 那么又使用了很多煤啊 石油啊 天然气啊 等等之类的化石燃料 那么这些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呢 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种 二氧化碳啊 甲烷啊 等等这种温室气体 那么它们是导致这个 这个变暖的主要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我们的交通运输业 包括我们的汽车呀 飞机呀 也都会排放出来一些围气 排放出来 比如二氧化碳等等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农业生产也会排放出一些温室气体 那举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养殖业 就是我们知道牛呢 是反猪类的动物 那么牛的胃呢 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甲烷 在它的生活过程中 那牛的这种养殖业呢 是这个全球甲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么最后一个来源呢 就是森林的这种砍拔 因为森林其实固定了非常多的这个碳 那么一旦森林被砍拔掉 然后燃烧了 或者是转化成别的一些产品呢 相当于把这个碳释放在了我们的大气中 要解决海洋变暖和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双管齐下我们觉得 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减排 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是造成 海洋变暖和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其次呢还有植树造林 因为森林其实能吸收很大量的海洋化碳 那么此外呢 我们还要保护这个蓝碳 海洋中的这种蓝碳 比如海草床啊 红树林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二氧化碳的吸收的这个物种 我们说的双管齐下的第二个管呢 是我们要积极地去预测未来的变化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 海洋变暖并不会在本世纪这个停止 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这个预测的工作 我们要预测这个未来 到底海洋变暖多少 它的影响有多大 损失有多大 那么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应对措施 不管气候怎么变暖 这地球还是这个地球 咱们人类和自然一定要和谐共生才行 好的 接下来我们去大连旅顺 双岛湾街道张家村看一看 龙东时节 这里啊700多公里的多公顷的延场湿地啊 已经到处都结冰了 寒气其人 但是仍然会有成群结队的这些可爱的生鸣 飞过天空自由翱翔 这就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东方白贯 这些东方白贯本应该是在南方过冬的 但是因为难以割舍与张家村人的感情 所以12年的时间里 人家每年都会如约而至 感受张家村人的热情 12年前的冬天 张家村延场湿地突然来了一群东方白贯 由于天寒地冻沿海结冰很难觅食 随时都有被饿死的可能 张家村人就买来鱼石救助他们 这群东方白贯得以幸存 从此东方白贯对这片土地 对这里的村民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每年冬季总有上百只东方白贯回来团圆 而张家村人也组成专门的护鸟队进行看护 12年来 无论冬季天气多么恶劣 早上几点半和中午12点 村民都准时出现在盐厂湿地 投食喂养东方白贯 我们要保护好它 让它们继续留在我们张家村 所以让我们张家村真正体会到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阴山 又体会到张家村体现出来 生物多样性保护 这我们张村给我们带来了 实质性的一种效益 只要哨声一响 东方白贯瞬间出现 飞落觅食场面甚为壮观 在张家村人眼里 东方白贯就是吉祥鸟 而东方白贯也只能图报 将这里湿地 视为它们越冬的最佳目的地 张家村也因此成为全国唯一一个 可以近距离观赏东方白贯的栖息地 东方白贯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这些年 这些白贯之所以放弃在南方过冬 选择在双岛湾街道过冬 就是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 一年比一年好 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也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一安宁晚 始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书筋剑腰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过来 用书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书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陈礼界 我的腰腿 书筋剑腰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过来 用书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书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陈礼界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 除湿壁 除臂 止痛 风湿 内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下来的话题 我们聊一聊冬奥会 在冬奥会重礼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里 泼面障害技巧的造雪塑形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这里的雪质怎么样 能不能满足运动员们对于比赛的需要呢 那接下来请跟随记者一起去 泼面障害技巧赛道的起点处一探究竟 看我用摄像机在拍 他们还在塑形车里挥了挥手 到了饭点 12位专家一起坐在塑形车的大雪产里 向餐厅进发 看着心情不错 这活儿干得漂亮 饭也吃得舒坦 泼面障害技巧项目 这条赛道的准备工作呢 给我的感觉是大家忙忙碌碌 但是却井然有序 在我身边的是有条不紊的赛道筹备的工作 这一切的交相婚姻 让我对于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更多了一分期待 说到冬奥会 咱们辽宁可是有不少冬季运动的健将 咱们就说徐梦桃吧 5岁学体操 12岁改练滑雪 现在他可是咱们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主力队员 那徐梦桃即将第四次征战冬奥会 眼下这位辽宁安山的姑娘 正在美国进行北京冬奥会前的最后热身赛 为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备战 昨天省体育局和安山市的相关领导 来到了他的家中慰问 咱们也一起来听听徐爸爸徐妈妈 讲述一下女儿的成长故事 一进徐梦桃的家 映入眼帘的是一面荣誉墙 徐梦桃的父亲徐学军向我们讲起这些奖牌背后的故事 1995年就开始练地操 以后就成立一点点得的奖牌方式 像这奖牌这样的 还有是在这个 这奖牌这都是世界杯冠军的奖牌 关亚军的奖牌 许学军告诉记者 女儿徐梦桃的冠军梦从未出生就开始了 徐梦桃五岁起练习体操 七岁住进体校集体宿舍 进行专业体操训练 到了12岁 徐梦桃身高已经超过1米6 于是家人商量决定 让他改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20岁的徐梦桃拿到第6名 2014年索气冬奥会获得银牌 2018年平昌冬奥会出现失误 这都没能阻止徐梦桃 征战冬奥的梦想 顽强的拼搏精神 永不止步的决心 让这个东北姑娘总是满面笑容 练这个就是空中技巧这个项目 就从12岁改了这个项目到今年32岁了 过的春节 20年整 所以啥呢 相当不容易孩子 两次腿那个十字轮断裂 四次大手术 所以啥呢 每年春节前后 正是滑雪比赛的高峰期 20年来 徐梦桃从未回家过春节 虽然赛前训练期间 不能联系女儿 但是父母相信 在北京冬奥会上 女儿一定会全力拼搏 为祖国争光 那压力肯定大呀 其实他比谁的压力有多大 你要作为他 作为一个经济体育动员 最后爱金白是女子 自由是话语空中技巧的 还是零的在咱国家 所以啥呢 咱国家对这个金白很重视 我和他爸也在家 就是那个守候 我们把守候了二十多年 我就想过女儿吧 我就希望她就是 圆着心中的梦 玩 第一是为国家争光 作为咱们中国人 一个公民 为国家争光 玩意也为他影响 就是争取更大的荣誉 相信很多人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徐梦堂这次可是在咱们家门口作战的 天时地利人和 肯定会出好成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 已经深入到人们工作学习的很多方面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日本就打造了第一位虚拟偶像 初音 但是明显的是动漫风的 而明星文化盛行的韩国 甚至将这项技术用到了造星产业 打造了一位堪比真人的虚拟歌手 金莱尔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虚拟人物 她曾在去年美国消费电子展上 作为网络主播首次亮相 主持过公司旗下机器人的发布仪式 虽然是虚拟人物 金莱尔和很多网红一样 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不少粉丝 她自称是一名创作歌手兼DJ 希望融合音乐 视觉艺术 时尚等多种元素 和粉丝分享自己的多元化作品 据报道 目前这款机器人所在的公司 已经与韩国一家娱乐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金莱尔计划参加一档虚拟人音乐家项目 意味着她将正式出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下来浏览国际大事 百秒天下来树立一组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1号下午 韩国光州市一处在建公寓施工现场发生事故 一幢39层公寓的外墙坍塌 目前共有三人获救 六人失联 附近一百余名居民被疏散 经确认事故发生时 施工人员正进行混凝土交捉 23层到34层的一侧外墙等楼体 突然部分倒塌 目前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欧洲目前疫情形势非常严峻 法国 丹麦 希腊 科罗地亚等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11号表示 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推算 按照当前传播速度 预计未来6至8周内 欧洲区域超过一半人口可能感染奥密克戎 当地时间11号 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大雨成灾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共有10人因大雨丧生 截至11号 米纳斯吉拉斯州已有超过17000人流离失所 145座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112条公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通阻断 当地时间11号 正处在南半球夏季的阿根廷遭遇热浪袭击 迎来了近30年来同时期最高温天气 首都布伊诺斯埃里斯 当天气温近高达40.5摄氏度 高温引发用电量需求激增 导致阿根廷首都十多个城区 发生近4个小时的大面积停电 估计人群超过70万人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1号表示 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快速蔓延 为公司运营带来了压力 该公司美国雇员中 有约3000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占该公司员工总数的4% 受此影响 美联航正在被迫取消部分航班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免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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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庆祝育前珠宝成功上市 欲潜珠宝店特推出 长长久久千金送万家活动 庄家特意拿出100套金首饰免费送 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 是不是在还在震撼 现在只要打击电话 一分钱不用花 欲潜珠宝免费送到家 名额有限 数量有限 几线前100名 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只要您现在打击电话 一款新型镂空项链 男士立体镂空包围项链 女士福字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戒指 女士龙凤手镯 男士皮羞手串 足足六大件珠宝 免费送给您 现在只要打击电话 这一套首饰足足六大件 免费送到家 一分钱不用花 不用担心 不用怀疑 此次活动 破例不按市场价格定价 就是为了厂家 为了做品牌宣传 说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 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被震撼到 先打电话 抢一个名额吧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有大福了 只要您现在 立刻打击电话 玉闲珠宝全国推广期间 女款西行镂空项链 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 女士福字金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金戒指 女士龙凤手镯 男士皮球手串 足足六大件珠宝首饰 全部免费送给您 免费送给您 没错 只要打个电话 您就能把整整六大件 珠宝首饰带回家 送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但只有一百套 只有一百套 赶快打进电话 打进电话吧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一件首饰 都有国家权威的检测证书 保证真金工艺 第二 我们在上海 北京 深圳 都有分店 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不是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的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 退款 我再次提醒大家 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 所以呢 只有一百套 现广告播出期间 主动打进电话的 电视观众朋友 免费送 真的免费送 免费送 由著名设计师 制图打样 二十年经验老师傅 亲手雕刻 腹筋工艺的 男士立体镂空 波维项链 男士金皮球手串 大气天长 璀璨夺目 自带一股霸气磅礴 神与争锋的气势 还有一款新型 镂空项链 女士福字戒指 女士龙凤手镯 华丽富贵 都是今年最新款式 戴上更弦 尊荣华贵 细域非凡 但是今天 只有您打进电话 随便提问一个问题 那么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送给您 只限前一百名 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 请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 免费领取吧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剑尘猪 你新年好 没有手套 没有负荡 请放箭 怕这堂多剑尘 剑尘凌热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享乐吧 幸福生态智能 服务平台 七位数用户规模增长 一百家网红主播带货 年成交额破亿 轻松解决货源 选品流量难题 快速实现报单 欢迎优质厂商 及MCN机构 洽谈合作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剑尘猪 你新年好 没有手套 没有负荡 怕这堂多剑尘 剑尘凌热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首先来说一条好交集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一起走进新闻下半场 五周星期交通来 周末生活秀 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我们看看今天都有哪些 浏览国际大事 翻表中下 下面进入百两秒评 我们来看 欢迎来到 左右斩新站 可以打过 周末天赌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引领资讯未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 1月12号 两例天津市返回大连人员核酸检测 结果称阳性之后 大连市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 记者从大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会议上获悉 截至1月12号的18点 累计判定追踪 再连密切接触者28人全部集中隔离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时间 节目的最后 再来跟随气象观察员的镜头 感受一下美好的生活 昨天 安山的219公园的滑冰场上 几个孩子正在跟随教练的口令 认真的练习滑冰的动作 而这边 沈阳 一对双胞胎兄弟 也在冰上玩得不亦乐乎 滑起冰了一次 你追我赶 另外一边 沈阳的弹簧场 这是在老工业区 一个墙上的小女孩雕像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分外的新研究 仿佛在告诉我们 飞跃的时代已经来历 还有更多有趣的画面 我们一起慢慢地欣赏 感谢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方亮 明天见 明天见